此次观测到的M87星系中心,超大这辆黑洞,位于5000多万光年之外,我们看到的是5000多万年前的景象。 虽然光年用于表示距离,但这个单位也能反映出时间的信息,因为一光年表示,光在一年之中所行进的距离。 既然距离是5000多万光年,这就意味着光的行进时间为5000多万年。 在天文学上,除了最为常用的秒差距之外,光年是另一个常用的长度单位,而且这个单位最通俗易懂。 因为光在真空中的传播速度始终保持恒定,而且光速又非常快,所以把光速与一年的时间相乘,就能得到用于表示遥远距离的光年单位。 通过计算可知,光在一年里所行进的距离,将近10万页公里。 此前,天文学家早已经测出M87星系距离银河系,大约5350万光年。 而这个超大质量黑洞,位于M87中心,并且M87星系的尺寸,远小于它与我们的距离,所以该黑洞与我们的距离,也差不多是5350万光年。 虽然黑洞会把光吞噬掉,我们无法通过天文望远镜观测到这种极端天体。 然而,黑洞的强大引力在吞噬周围物质时,会把物质加热到极高的温度,从而使其周围发出亮光。 这些亮光可以映衬出黑洞的阴影,从而就能知道黑洞的存在。 由于M87星系,距离我们5350万光年,这意味着中心超大质量黑洞的周围物质所发出的光,需要5350万年的时间,才能走完5350万光年的距离,最终到达地球被射电望远镜接收到。 因此,我们所看到的其实是这个黑洞,在5350万年前的景象。 如今该黑洞什么情况不得而知,只有在过5350万年之后,当黑洞周围的物质,在现在发出的光,最终到达地球之后才会知道。 另外,如果考虑宇宙空间膨胀,M87星系所发出的光,来到地球上需要超过5350万年的时间。 因为这个星系,随着空间膨胀,正在远离银河系,但由于距离较近,它的退行速度不快,所以可以忽略空间膨胀效应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我。